青海的护生计划除了帮助牧民之外 也希望能够帮助在地的出家众改善生活 经过调查发现 八百春目前共有近七千头的牦牛 然卓人不切结合大众的慈悲力量 从牧民的手上购买牦牛 一起任养放生这些牦牛 而这些牦牛将会挂上写着护生者名字作为标记 让他们今生不再受到屠杀之苦 我们同时可以 寺庙也是有未来 不然的话 就是村寺寺寺寺寺的建设好 管理好 教育好 这些出家的话 寺庙也是未来 三十人 就是没有未来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 这几年的感受跟理解 所以在我这三年内 大概是做这些事情 那同时台湾也是 就是整个大书运活学会 已经快二十年的一个历史 我来台湾就会成立 现在这边有一个活学院 这边有活学院 那活学院呢 就是传统这个西藏的一个就是佛学院的这个教育 这边从藏文开始到大无名小无名的教育 再还有呢一个密称僧院 就是这边就是在家居士 当地的 所以我的想法呢 就是整个壮传佛教 就是落地圣根 就这种的一个理念 在这边在努力 这几年 大概七八年的时间 就是这边成立一个活学院 要成立一个密称僧院的教学管理 举办法会为牦牛皈依 这些牦牛也将得到照护直到终老 并在当地成立护生牧场 生产各种乳制品或酥油 供应寺院所需 同时也能照顾出家种的生活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广植福田 如果自己无力供养 也可以随喜赞叹 亦能获得五量功德 十方新闻记者 来亦容台北采访报道